由景文科技大学所举办的 轻盈贡学习食一组活动列车 这一次来到了 石定峰子林公共拖劳中心 除了教导长辈们制作采盐罐 还精心准备了适合老人家食用 并且兼顾健康的餐点 阿公阿嬷们看到学生的到来 都感到相当的开心 这跨世代的交流 也让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为了关怀偏乡长辈 景文科技大学中厨果雕社 以及学生会等十多位师生 来到了石定峰子林公共拖劳中心 举办轻盈贡学习食一组活动 活动分成两个区块 学生会的同学们 先是带着阿公阿嬷制作采盐罐 看着罐子里的缤纷色彩 拖劳中心的长辈们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动手做 劳务劳基金会督导吴玉佩表示 自109年开始就与景文科大合作 之后约每半年就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长辈们都很期待学生的到来 很期待 而且他们只要听到有学生要来 有大学生要来 有学生要煮饭给他们吃 有学生要跟他们一起互动 有学生要跟他们寻菜园 他们就非常开心 像今天有一位失智的长辈 他又在问我 因为他们会忘记 他又在问我说 怎么那么多学生来 我说今天有学生要煮菜给你们吃 还要跟你们玩 他整个眼睛又亮起来了 在景文科大同学的协助下 阿公阿嬷利用盐巴和粉笔 把原本白色的盐变成了五盐六色 再依序倒入罐中 而这样的动作 其实也正好可以训练 长辈的手指肌肉和手眼协调 认真做着采盐罐的阿霞奶奶就说 很高兴有学生的陪伴 让他们有机会动手学习新事物 在制作采盐罐的同时 景文科大中厨果雕社的同学们 则在二楼忙着将已经煮好的料理 一一装入餐盒 活动总招李贯如同学就表示 为了让长辈好入口 并且兼顾健康 菜色以少盐少油少糖的方式烹煮 设计出五菜一水果健康餐点 包括了葱爆猪肉 蚂蚁上树 冬瓜香肉 白菜卤 塔香茄子和香蕉 所有的菜色都是以少油少盐少糖的方式去做调整 那因为让这些老人家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 所以我们也添加了很多比较像是新鲜的蔬菜蔬果 进去调制 那也加入了很多像是白菜卤的部分 我们就用新鲜的白菜 然后还有新鲜红萝卜去炖煮 然后炖到适合老人家 适合吃的一个入口程度 然后再给他们做食用 检文科大课外活动指导组组长王忠孝表示 学生们以所学的技能运用在轻盈共学和一组上 让年轻的学子可以体会敬老爱老 进而体现大学社会责任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活动 可以让我们下一代能够对我们上一代能够更尊敬 也就是敬老爱老 让我们传统伦理可以持续下去 那也完成我们学校的教育的责任跟使命 非常开心能够来这里 然后来为我们的老人家 尽一份我们的心力 然后来煮一煮给他们吃 那跟他们准备就是我们会 能够去想能够怎么样让老人家吃得更安心 吃得更健康 这是我们一煮最大的目标 老五老基金会表示 看到学生来访长辈们都相当的开心 还带着同学们一同巡视了他们的开心农场 并且讨论着能够种哪些菜 变成下次一煮的佳肴 在这样跨世代的互动下 长辈们的笑容就是最珍贵的收获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